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波普胡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4号 星期三假成年正月初五 今天的主要内容由安一省取消网上策划更新 IOCBO重大改革 多伦多大学即将罢工 联邦拨款交区建房 Garden的高速维修三线变两线 多伦多公寓二级火急 多伦多增加警察预算 安一省气温将下降 下面向您回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安城取消网上策划更新 安城政府13日宣布 打算取消对司机每年在网上重新登记策划的要求 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完成这一程序 正让福特在新闻发布会上 出人意料地透露了这一变化 福特宣布了一项全卖立法 包括要求未来任何一届政府 在引路省级碳税之前举行全民公决 换言之政府在实施新的省级碳税定价计划之前 首先通过全民公决获得同意 从而保护民众和企业 CBO宣布未来几个月将对其部分门店进行一些重大改革 如果新测试可以有效防止盗窃 最终可能会扩展到更多门店 这家酒类零售商公布了一项新战律 旨在减少偷窃 提供更安全的购物提案 随便新测试与超市的做法类似 但LCBO的试点工作进一步升级 采用了受控路口 顾客进店需要通过两扇独立的门 两扇门之间的空间 往前由保安人员作战 据悉 顾客需要先从外面进入 并出示身份证件 提供保安扫描 然后才能通过内门 而且一次只能进入一个人 多伦多大学即将罢工 13日代表多伦多大学 约8000名学术支持人员 在加拿大公共雇员联盟 向安省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及了申请 为本月晚些时候可能举行的罢工 做好了准备 多伦多大学校长表示 多伦多大学的员工 在工作时面临严重的困境 工资不足过度劳累 工作场所不被尊重 天台和工作不外地 多伦多大学能够继续为学生 提供一流的教育的 唯一方法是薪酬和工作条件 能够对应为该机构带来的价值 多伦多大学已成为一家 优秀公平的雇主而自豪 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工资 无法达到生活工资 现在校园一类的工人 做了同样的工作 但报酬却不同 尽管十多年来 政府资助不断建设 多伦多大学 仍然是全国最富有的学校之一 联邦拨款郊区建访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亿7600万元 未来三年在全国60个小型 或香蕉地区 兴建5300个住宅单位 更预计未来十年将兴建 超过51000个单位 联邦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方慧兰 连同联邦房屋部长 联邦就业及劳动力发展部长 面前传媒 方慧兰表示 联邦政府明白 加快建访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中 同时宣布增加50%的学生贷款 减免金额 吸引监督医生及护士到香蕉地区工作 Gardina高速维修三线变两线 下月期 Gardina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 进行维修工程 预计未来三年 Gardina高速公路将会从三线变为两线 市府表示 预计完成日期的三年 更可能因为一篮子因素 推迟完工日期 当中包括材料供应 成本及输出功能的短缺 都有机会影响完成时间 世界杯期间 由市政府原定将维修 达普人这四转子之间的一带的路段 但市政府表示 会配合比赛 将在该年的5到7月3月内 取消撤到限制 多伦多公寓二级火警 多伦多消防区表示 14日周三5月过后不久 多伦多Sherborn Street的一栋 第一层公寓起火 消防员在一楼发现 农烟和火焰 共梯子从楼上一个公寓内救出两人 还救出了两只猫 目前上午人员上网报告 一辆TTC避险巴士已经到达 共疏散居民水 多伦多增加警察预算 在多伦多市议会 开始敲定2024年预算的前一天 市长奥利沃臭 在最后同意支持增加警察预算2千万 他说这一逆转是在多伦多市 获得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之后发生的 并以联邦资金打击汽车盗窃为例 来说明他的观点 安省气温将向下 由于额尔尼诺现象 安省一月的气温高于积业气温 本月初的气温也都很温和 然而温和的气温已经过去 现在即将用来季节性气温 安省南部的气温 即将在冰点附近徘徊 安省北部气温将回到零下两倍数 加拿大环境部警告 大多伦多地区可能迎来降雪 而多伦多以北通往度假区的一些地区 可能有更大的风雪 汇率和天气预报 2月14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对款530.7元人民币 明天2月15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零下8度到零下3度 有许多伦多 零下2度到零度 有许温哥华 零下2度到5度 多云 魁贝克 零下14度到零下7度 少云 卡尔加利 零下18度到零下10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